请师父您听弟子这两年来学佛的经过 我自以为我修得很精进 这一路修来可以说是很开心很乏喜 每天早上四五点起床 就一边念经一边准备早餐给孩子吃 清理佛台 六点准时开始给菩萨上香请安 六点半就送孩子去学校 然后就到胎室去度人 每天大概两个小时在胎室度红法度人 然后在红法过后回家再到炸火店去 以自己的能力买几条鱼去上升 一个星期我会去公修会一两天 每天几夫可以念四五张小房子 每天听录音看白话佛法 也在念纸书度人 天天发起充满 然后我的感应就越来越强 然后常常会做到好梦 也时候也会做到一些不好的梦 一世梦也很准 然后也常常会打通师父的变化 但最近我就是一直做到一些梦啊 关于我丈夫的 然后我在第一次做到的梦呢 就是梦见我在梦中要跟丈夫离分 然后接下来的梦的几次梦呢 就是在梦中就好像有一事跟我说 我的丈夫有女朋友 有一次让丈夫在梦中跟我说 我交了两个女朋友 然后在现世中的生活 老公的确有交了几个女网友 然后他姐老公对我的态度也有一点冷淡 然后我的邻近的精灵呢 就开始不安 有杂念 真对不起师父 弟子真的修得不好 并不住 五年来没有夫妻的房子 为了挽回夫妻的善言 我做了夫妻的姿势 但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有一个意念的时候 父法神就通过同修的梦境 高诫我 不可以这样做 但是我真的对不起关心菩萨 对不起师父 弟子当然修不好 亏对你 但是呢 师父有告诉我 我有打通电话 师父有告诉我 叫我求菩萨 让我的老公在这一方面放下 不要有这方面的意念 然后我果真有求菩萨 然后真的是心想事成 还有我很感恩关心菩萨 让我在 还好我有邪佛 在我处理事情的过程中 我不怪人 我只一直忏悔自己 做错事情 在这期间 师父的白话 我每天 我坚持每天到 开始去放真面经 一直记住师父说 咬咬牙就过 有时候就想痛 有时候心魔一来 又钻牛角尖 还好我身边有同修 不断地开导 六月初一 我念了十三遍的礼佛 和功课的五遍的礼佛 来忏悔和老公前世的宴结 一面忏悔 一面哭说 我做错了 练亡之后 心动不再难过和纠结这件事 但是这件事情刚刚要过 另外一个考验又来了 又要面对老公的工作不顺 不顺经济的问题 然后我一直记住师父的话 五十年后又是怎样了 我们要咬咬牙过 不管遇到什么的困境 我们都要咬咬咬牙过 我们都要去度人 我就一直坚持着 听着师父 记着师父的话 但是这样的考验 对我来说 已经打乱了我的时序 请问师父 我该怎么做呢 还有我的身边的同修吗 有几个也同样 遇到我这样的问题 请师父给我们开示好吗 请师父给我们加持好吗 很简单 像你这些问题 每个人都会有 明白了吗 嗯 首先告诉你 这个事情 谁都会碰到 每个人家里 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求心是要付出的 付出那就是不停的 要跟自己心魔做斗争 要跟自己 所有的 自己想不通的事情做斗争 听得懂吗 嗯 所以告诉你 没有什么可以讲的 这个世界 真正的 能够成功的人 就是靠着坚持不懈的努力 明白了吗 明白 你今天跟先生都是缘分 终有一天 也会缘分尽的 所以 在这个当中 尽量随缘 有什么可以的 有什么可以想的 有什么苦的 想想你的爸爸妈妈 不比你们苦啊 嗯 对不对啊 对 有些事情 想穿了就算了 没什么话好讲的 啊 所以 真正的放下 是什么放下 是经过 痛苦的 抉择之后 真的选择放下了 也就放下了 我想问你一句 如果你 真的当时 啊 有人劝你 你爸爸妈妈劝你 或者 有师父劝你说出家了 你今天到今天 你还会有什么想法吗 你出家不就出家了吗 你还会有这么多烦事吗 嗯 咬咬牙不就也就过去了吗 对 我们就一直 想这师父的这计划 咬咬牙就过 咬咬牙就过 我们的爷爷奶奶比我们还苦呢 他们过去连 连飞机都没做过呢 哪有现在这么好的生活啊 现在你还不满意 一点点事情马上经不起考验了 哎呦 老公不行了 哎呦 一些 我可以告诉你 坚持不了的事情 你 如果不咬牙 挺过来 你就自己等着 自己种的荫 得到的果吧 就这么简单 现在呢 我们几个同学 面对这些问题的 我们都很精进的 每天都坚持去度人 去放生 然后我们只是害怕 以后跟师父回不了家 我们很害怕 回不了家的话 就是因为你不努力 你努力的话 一定回得了家 把人间看得淡一点 你老公 假老实话 你真的在那里 也饿不死人的 只不过生活 稍微艰苦一点而已 有什么可怕的 死得了人不啦 明白